林心立幫我們介紹 愛馬仕李先生花園30秒 我幫大家介紹愛馬仕花園系列 這個系列香水之一 李先生花園 它是在2015年創作的 然後它的味道是去呈現 它在中國的好朋友李先生 他們這個花園給他的感覺 那這一支呢 我們噴了之後 它非常適合夏天 它的味道一開始就是一個金桔很酸爽的那種香味 然後帶著涼感的綠意 然後到中後調呢 還是持續這樣子的香味 還有它一罐的花園系列的 這個特殊的香氣 那如果你喜歡之前的花園系列的話 這支你也一定要試試看它的味道 而且非常適合在現在這種炎熱的夏天 去噴它非常的棒 好 換我也來湊一腳30秒 好 這一支李先生花園一開始噴上來 它就有一個類似清晨薄霧的感覺 而且它這個花園可以感受到 李先生的個性是相當的低調 因為它的花並不是一次就種一整片 它是每一個品種都種一些 那從味道可以聞得出它整片花園的寬闊跟遼闊感 也有它的空間感 所以我覺得李先生花園 把這一個空間的意象表達得非常的好 那它可以 人家怕花園系列持香不夠久 但是我覺得李先生花園可以讓這個空氣感跟空間感 維持一整天 謝謝你 再見 拜拜 我要自己去按那個結束 自助室 還想聰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